北台湾在入夜之后风雨强劲 新北市的乌来被列入土石流的警戒区域 在老街上剩下零星的住宿游客 他们打算隔天雨是稍微缓和一些 在平安的下山 在基隆则是入夜之后风雨越来越强 庙口将近八成的店家都休息 剩下零星的摊伤 入夜后基隆沿岸刮起强风大雨 海浪不断拍打上岸 风雨一阵又一阵 连现场采访记者眼睛都睁不开 这回凯米台风带来的风雨越晚越明显 在基隆庙口八九成店家选择休息 只剩下零星摊贩 逛街民众也少了许多 而在新北市乌来 从24号一早开始雨没停过 雨是忽大忽小一路下道入夜 走到老街 民宿店家拉下铁门 街上更是空无一人 现在的雨是比起白天的风墙宇宙 已经变得比较像是 间歇性降雨的方式 那原本乌来老街这边 应该要是客满的温泉民宿呢 现在也都拉下铁门 海米台风为北台湾 带来强风大雨 通往新北市乌来的山路 也出现被大雨冲刷下的 零星落石和树枝 就怕雨势再大 被列入土石流警戒区域的乌来 从24号中午后陆续预防性撤离 18位居民到安全的地方 家里旁边就是山 然后怕会有土石流 然后家里又有养一只猫 这样然后怕如果土石流 万一的话就倒塌了 这样就没办法地坑住 海米台风来势汹汹 乌来居民不敢大意 全面戒备 记者综合报道